思思,你就跟我回家过年吗?去嘛去嘛,王平摇晃着我的手臂,嗲声嗲气地像在撒娇。王平是我大学同宿舍的室友,不过说是室友,其实我们并没相处过。 开学第一天,我就以习惯一个人为由,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学校的宿舍我只放放书本。我性子冷,又不住校,和同学们都不熟。 本来我和王平并无交集,只是见面点个头的关系。 可听说我在孤儿院长大,没有亲戚朋友,过年也打算一个人窝在出租屋后,他就热情地邀请我跟他回老家过年。 人家一片好意,又几次三番邀约,我不答应的话是不是不太好?会不会太麻烦你们?我要纯道。 这些年,我很少与人来往,除了本身不善于交际外,还因为我有一些小习惯,自己一个人总归是方便些。 绝对不会。 我跟你保证,我家很大的,一人睡一间屋,绝不会侵犯你的隐私黑黑,王平竖起三根手指,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跟我保证。 行吧,人家都这么说了,我再不答应,也未免太不尽人情了。 而且,我都二十岁了,还没交过一个活人朋友呢。 见我答应,王平高兴地搂着我的脖子又叫又跳,一抹金光在他眼中转瞬即逝。 我怎么觉得这又会是一场不同寻常的旅行呢? 王平的老家在西北某山区。 交通不便。 我们换了几种交通工具,火车,大巴,最后乘上了三轮车。 眼见着车窗外的景色越来越荒芜。 王平轻装上阵,就拎个垮包。 反观我拖个大箱子,背后还背了个登山包。 王平笑话我把家都背来了。 我笑了,他说的还真没错,箱子里和包里装的可都是我的家人。 路上箱子磕碰了下,拉链开了,里面滚出大大小小几十个姿态各异,唯妙为笑的人偶百件。 王平好奇地看了眼,眼珠子都差点惊掉下来。 他捡起滚落在他脚边面旁瘦靴,毫无血色,身着白色长袍,头戴白色高帽的百件,有点不可思议。 这,这个好像白无常啊。 王平又指着我手中身量较小,身着黑袍,头戴黑色高帽的百件。 那是黑无常。 天哪,你包里装的就是这些。 贴件黑无常的嘴角,似乎扯开了一个小小的弧度。 我赶紧接过王平手中的百件,用三两下浆散落在地上的收紧箱子里, 拉好拉链,笑了笑,一点小爱好嘛。 王平嘟囔着还真是古怪的爱好,倒也不再多问。 折腾到傍晚,我们总算赶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小村子。 王平家就在半山腰上,一个大院,里面是几间瓦房。 房屋四周,黑气缭绕,山上本就冷,踏进院子的一刹那。 温度更是硬生生低了好几度,我都忍不住打了个寒劲。 一口漆黑的棺材,停放在堂屋正中,一旁蹲着几个人在烧纸前。 我有点疑惑,明就是年三十,这是做什么? 也没听说王平家有谁去世了呀。 虽说我是不避讳这些,不过在一般人眼里,家里正在办事, 贸然把无关的同学带到这里,挺不礼貌啊。 这是我同学田思思,王平把我介绍给他的家人,手指了纸棺材小声地说, 那是我哥,几人忙放下手中的事,围过来上上下下,打量我。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递给我一叠纸钱,跪下烧纸。 我,不好意思,这个我是真不能答应,我怕棺材里那位受不起啊。 在我断然拒绝后,几人脸色都不太好看。 还是王平过来打了圆场,又拿了些吃的给我,安排我住在东侧的一间房。 只是那些食物,散落在碗口边沿的白色粉末,让我一眼看出端倪。 要出幺蛾子的节奏啊。 无妨,我轻吹口气,食物就被成功过滤,吃了无公害食品。 饭后,我再三根王平说天亮前不要叫我,更不能进我的房间。 王平满脸复杂,却也点了头。 那间屋子古怪得很,墙壁上贴着大红的喜字,床上的床单,背套也是红色的。 而屋里摆放的物品,有很多却是白色的纸扎的。 床头还立着两个纸扎的同男同女。 不过我也没工夫细想这些,都快十点了,那些家伙肯定等急了。 再不下去,估计他们得爬上来找我。 我赶紧从包里取出黑白无常的小百贱放在床头,向他们鞠了一躬,辛苦两位了。 等我回去给你们烧卢州老轿和黄鹤楼,黑白无常似是撇了撇嘴,一副眉精打采的样子。 我一咬牙,给你们烧茅台和滑子,再看那俩鬼的嘴巴张得老大的再笑,嘖嘖嘖,胃口越来越大了。 这下放心了,我赶紧躺上床,闭上双眼的刹那,我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珠红色的城门上硬刻着七个大字,幽冥地府鬼门关。 手持钢叉的牛头马面一左一右,早已守在城门口,看到我出现激动的用蹄子抹眼泪。 小娘娘,您可算来了,小的们想死您了,我吃笑一声揭穿他们,你们是怕我不来帮忙吧。 牛头马面善笑了下,赶紧招呼一旁的小鬼迎我上轿。 我叹了口气,我家亲爱的不知道又溜到哪里去潇洒了,积压了太多公务,把部下们都急坏了。 谁让我是鬼王的新娘呢?冥界的担子我不扛谁来扛。 我马不停蹄地处理了一批积压的案子,提审了没有审问的小鬼,连口水都没顾上喝。 刚想喘口气,牛头又来请示。 如今凡间恶人太多,十八层地狱鬼满为患,牢房都不够了,要扩建。 希望我能特批给他们一笔经费,我大笔一挥,准了。 牛头大喜,直呼,娘娘万岁万岁万万岁,我可真是体恤民情啊,要是换了我家夫君,可没那么容易答应。 他是怎么说的?哪个需要东西就用自己的香火去换?还真是抠门啊。 听说我在此办公,十殿阎罗也赶来了,争先恐后地跟我提要求。 这时我突然感到了一丝良意,在冥界是感受不到冷的,看来是有人想动我人间的身体了。 我神色一领,手指在空中轻点了几下,眼前便出现了一幅画面。 我的身体正躺在床上,呼吸均匀。 再往旁边看,一张看不清面容血肉模糊的脸露了出来,头顶线进去一大块,口里还秘密流着血。 他穿着一身喜服,一张嘴就一大块血掉在地板上,正像我缓缓伸出残缺不全的携手。 他的声音像坏掉的收音机,嘿嘿嘿美人,我来了,这一动,血流得更多了。 哎呀,好难看啊,比起我家夫君可差远了。 容不得我多想,屋内白光一闪,床头的百件煞时间变成了实体, 惨白着脸的黑白无常,非一般地冲了过去,上去就是拳打脚踢。 大胆,我家娘娘岂是尔等能觊觎的。 看你那鬼呀,也赶出来吓人,给我打,男鬼给打得哇哇乱叫。 最后,黑无常死死卡住他的脖子,而白无常配合默契地把铁链套上他的脖子,掉在天花板上。 白无常冲我一笑,血一般的嘴唇诡异地扯成一个大大的弧度向我邀功。 小娘娘,我们棒不棒,我拍了下巴掌,黑白无常护驾有功,赏良田千请。 隔日就给你们烧下来,二鬼激动不已,其叩手,谢娘娘,娘娘万岁,这下可不得了。 看有好处,本来跟我商讨公事的石殿阎罗一旗飞进了画面中,而我挂在衣架上的背包也剧烈震动起来,不一会儿爬出一群鬼怪百贱。 他们一下地就幻化为实体,争得面红耳赤,敢对娘娘不敬,把她舌头拔了,把她手指剪了,送她下油锅,绝她家祖坟,天花板上的男鬼吓得瑟瑟发抖。 哭喊,小人有眼不识泰山,不认得娘娘,求娘娘,饶我,我又像画面中吹了口气,长舌鬼立刻领命钻了出来,粉红的长舌头伸出十来米,一下子把男鬼卷起来,拖走。 赫赫有名的家椰子姐姐和富江姐姐带领一群姐妹趴在地上擦被男鬼弄脏的地板。 石炎罗则在我的大床四周铺上隔音帘,以保证我人间身体的充足睡眠。 众鬼争先恐后为我服务,仿佛不为我做点什么就吃亏了。 我身心愉悦,彤彤赏。 此时屋内的响声惊动了王婷一家。 扒在门口的老者激动道,一定是他们原房了。 看来,孙儿很喜欢这姑娘,三天后给他们合葬,还是张大仙说得对,得用活人快拿梯子来我看看,不多时外面响起了脚踩梯子的咔嚓声。 我面色一沉,为一己私利伤害无辜女孩,你们还真是又蠢又坏。 该赏的赏了,该罚的也要罚。 我打了个响指,早已等候在一旁的家椰子姐姐迅速手脚并用爬上了天花板,把她空洞洞的眼眶对在了气窗上。 阿的一声惨叫伴随着梯子倒地的哐当巨响。 这,这是什么鬼东西?那王家老爷子刚爬上气窗,就往里头看了那么一眼,差点没吓死。 人年纪大了,骨头脆,不经摔,要不是有人扶着,估计小命的当场交代。 老爷子又气又怕,大吼,好啊,敢跟我们装神弄鬼,把门给我打开。 爸,这不好吧,张大仙摆了阵法,说三天以后才能进去给女孩收尸。 合葬,我说开门,就开门,老爷子一口咬定,是我在捣鬼,想进来教训我,众人正苦苦劝说,门突然搁之一声,自动开了。 屋里静悄悄地,漆黑一片,那铺天盖地的冰寒阴冷之气,倾泻而出。 站在门口的王家人不约而同打了个寒劲。 王平搓了搓已经起了鸡皮疙瘩的手臂,怯怯地看向王老爷子。 爷爷,我怕,王父也有点犹豫,要不,咱们把张大仙叫来,王老爷子眼一瞪, 咱们这么多人怕他一个小姑娘。 到了我老王家叫他插翅也难飞,我就说你网上买的那要粉子不行,肯定是假货。 咱们进去给他捆结实了,我轻笑了一声,又有人要遭老罪了。 还敢笑,待会看你还笑不笑地出来,王老爷子嘴里威胁着踏进了房间。 另外几个王家人也迅速跟了进来,又是咯吱一声,门自己关上了。 王平尖叫了一声,王老爷子呵斥他,叫什么叫? 开灯,王平是最后一个进屋的,开关就在他左侧,伸手就能摸到。 可当他把手伸过去,家椰子姐姐也伸出了手。 王平的手刚好盖在家椰子姐姐冰凉的手背上。 啊,啊,王平拖着长音又叫起来。 住口,大概是觉得女儿太过没用,一旁的王傅喝了声,自己摸索着过来开灯了。 这谁啊挡在这? 毛茸茸地,王傅嘀咕了声,由于看不见,他就瞎摸索。 折腾了半天,也没摸上开关。 废物,看你那点出息。 不会用手机照明,王老爷子骂道。 众人这才恍然大悟地赶紧掏出手机按了几下。 这次倒是很顺利,每个人的手机屏幕都散发出微弱的光。 就着那点光亮,每个人都看到自己面前立着一个披头散发,面容猙獰的女鬼,正发出咯咯咯的恐怖笑声。 那是家椰子姐姐在施展幻术,一下子分裂出许多家椰子。 阿亚的尖叫此起彼伏,声音响彻整个屋子。 叫得最大声的是王傅,她的手正抓着家椰子姐姐的长发。 哎呀,家椰子姐姐最宝贝她的长发了,不知道求我烧了多少名牌护发素给她,这下姐姐肯定要生气了。 闭嘴,家椰子姐姐狠狠吼了王傅一声。 她略微低下头,空洞的双眼,死死盯住王傅粗糙的大手,悠悠地问,你有没有用护手霜? 王傅呆愣在原地,不敢答话。 家椰子姐姐并不放过她,又连猪泡似地发问,你烧过纸钱,有没有洗手? 你上过厕所有没有洗手?声音越来越急促,像冷力的尖刀,没有眼珠的眼眶也越来越红。 王傅浑身发抖,脑门子却浸出一把汗,更要命的是因为过度紧张。 她竟然还拽着家椰子姐姐的绣发不松手,这一抖帘带着又扯了下姐姐的头发。 我坏笑一声说,姐姐我作证,她没洗手,她烧过纸钱就吃饭,然后上大号,然后还拽你头发,夹椰子姐姐听了,眼眶红得渗血,她双手抱头痛苦地仰天长笑。 吓得王傅又是一抖,不巧的是一脑门子的汗刚好溅在了姐姐的长发上。 这下姐姐完全抱走了,你,给我死,她一找扇在王傅的下巴上,就掉下来一大块血肉,王傅也整个人被扇飞。 姐姐还不解气,又把王傅捞回来,一边扇一边骂她,为什么饭前便后不洗手,为什么不讲卫生,我打死你个脏鬼,你这么脏你爸妈知道吗? 你爷爷奶奶知道吗?你祖宗知道吗?王傅的肾上腺素一路狂飙,一致完全崩溃,两眼一翻昏死过去。 这边王家老爷子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他比王傅胆子大些,不会那么傻愣愣地站在那等死。 他转头就朝房门口跑去,家爷子姐姐长发飞扬,越伸越长,看来是想乐往老爷子脖子了。 我赶紧大喊,姐姐且慢,他们一年才洗一次澡。 家爷子姐姐都被我的话搞蒙了,愣了半天。 这可不是我乱说呀,是王平告诉我的,他们老家条件不好,还没通上自来水,吃饭的水都紧缺,还洗澡。 这一愣,还就让王老爷子爬到门口了,可惜老爷子还没够到门把手。 家爷子姐姐已经回过神来,迅速朝他爬过去。 家爷子姐姐的快爬树可是出了名的,这不,一眨眼就窜到了王老爷子面前,向他张开血盆大口。 老爷子捂住胸口,一头栽倒在地上。 在看始作俑者王平,吓得四处乱窜,都爬到他们给我准备的洗床上了。 他全缩成一团,把棉被捂在身上,嘴里嘀咕着,阿弥陀佛呀,佛祖保佑啊,鬼是不会攻击床上的人的。 在床上就安全了,我吃笑了声,佛祖可不会帮他这么坏的人。 至于后面那条,啊,我就不知道他在哪里听来的,一点科学根据也没有呀。 王平面前的家椰子姐姐像是为了否认这句话,立刻钻进了王平的被窝。 王平的身体一下子失去了控制,僵硬地躺着,只剩下两个眼珠子在动, 就那么生生看着浑身冒血的家椰子姐姐压在自己身上, 变化出各种可怖的死状,他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王平试图闭上眼睛不看,可家椰子姐姐不允许。 这几年他跟着我已经改好了,一心向善争取投胎, 难得下一次人,怎么可以不让他发挥。 家椰子姐姐伸出力爪,直接掀开王平的眼皮, 青灰色浮肿的恐怖脸庞在王平眼前放大。 家椰子姐姐微微一笑,一口长长的尖牙白的发光。 我漂亮不漂亮?王平怕得要死哪里敢答话? 家椰子姐姐有点不可思议,难道你觉得我不够漂亮? 声音陡然变高,真没礼貌,不给你点颜色瞧瞧你当老娘不存在啊。 猎口女,把剪刀借我用用,被点到名的猎口女颇为兴奋。 来嘞,王平见又走出来一个,彻底崩溃了。 啊,不知道叫了多久,吵死了都。 另一边王平的妈妈,姑姑等人也被折腾得够呛,就剩一口气吊着了。 看着他们闹够了,我打了个响指,家椰子姐姐收起幻树,退到我身边。 房间里,灯光陡然亮了起来。 众鬼力在我身后,那气势简直是惊天地气鬼神啊。 王平一家事又蠢又坏,可冥界有令,不得随意伤人性命。 简单来说,冥界的是冥界管,人间的事的按照法规由人来管,一切都有理有据。 我历声喝道,王平,现在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不得隐瞒,见王平还不作答。 我身后一鬼,忙不迭地上前,尖着嗓子喊了一声。 大胆,我家娘娘问话,还不速速回答,这声音听着有点怪啊。 我歪着脑袋打量那鬼。 似男非男,似女非女,身着古装,面白无虚。 正竖起兰花指,哦,是哪个朝代的公公呀? 再不速速招来,大行伺候,随着鬼公公的一声利喝,众鬼蠢蠢欲动,向王平露出不怀好意的笑容。 王平大哭,我说,我说,求你们放过我,我是被逼的。 据王平说,他大哥是因车祸横死的,走的时候整个人血肉模糊,脑袋都削掉了半个。 按照村里的说法,横死的人得不到安慰,很容易成杀,见人就杀,家宅不宁。 他大哥走的时候,年纪还轻,未曾娶妻。 这样的情况,给娶门殷亲下去伺候,往往能淡化怨气。 可这曲阴妻也极为讲究,若是正常死亡,找个年岁相当,刚过世的姑娘也就可以了。 像王平哥这情况,得找活人,才能压得住。 这些都是村里的张大仙说的,村里人节明昏都是在他那里找的路子,就连活人,他也能弄来。 可活人多贵啊,一个得大几万,王家人付不起。 刚好辅导员吴义忠跟王平说到了我,一个女孩无亲无故,让他们多关心我。 这不,就给王家人惦记上了。 毕竟,一个姑女,就算失踪了,也没有人找不是。 听到这里我不由暗骂,姑女怎么你们这些坏蛋了? 一个两个三个都找来。 这几年因为这个原因我可是没少遇坏人。 敢打姑奶奶,我的主意,我看你们是活腻了。 不用我叫,黑白无常就给王家人都录上了口供,签字画鸭。 用的是我上个月给他们新烧的iPhone14。 他俩一遍又一遍地欣赏这些影音资料,笑得可怕,邪气的三白眼,微微眯着,连鲜红的舌头尖都吐了出来,像蛇信一般。 嘴里还嘖嘖称赞,这项素可真清楚啊,脱小娘娘的福,我们竟能用上这般高端的产品,小娘娘红福齐天,这群马屁精。 我又在王家休息了两天,把冥界的公务处理得七七八八。 哎,像我这样滋滋不倦,时刻不忘公务的鬼后到哪里找? 第三天天刚蒙蒙亮,就有人来王家敲门。 准备好了吗? 时辰道,该上山了,我轻飘飘地扫了蹲在墙角受罚的王家人一眼,王妇赶紧哆嗦着婴声。 好了好了,这就来,王家另几人也忙活起来。 我跟他们说了,乖乖跟我演一出戏,演好了便带着他们交代的罪证去自首,做两年劳,还有命在。 演不好,一旁的家椰子姐姐给他们比划了个抹脖子的动作。 王家人被吓得当场就给我跪了。 小,小的们愿听娘娘差遣。 嗯,如此可叫。 我满意地点点头,身穿大红喜服躺进了棺材。 别误会,那可不是王家人给我准备的喜服。 是我和鬼王夫君拜堂时候穿的巢服。 我家那口子心眼小得很,我穿人家的喜服,那他不得立马杀过来啊。 棺材里铺满了鬼怪百件,全都是我的嫁妆。 嘿嘿。 盖上棺材的那一刻,我轻抚着井间悠悠闪着红光的吊坠闭上双眼,再睡会吧。 我是被一阵嘈杂声吵醒的。 迷糊中棺材盖已被掀开。 哎呀,这棺材里都是什么呀? 你看那个小人舌头伸那么长,跟吊死鬼一样。 看了怪吓人的,这女的怎么不动啊? 张大仙说得活人才行的呀。 哼,他们舍不得在张大仙那里买,可别是给旁人骗了弄了个死的回来,说我是死的。 我觉得我有必要澄清一下。 于是我睁开眼一笑。 嗨,众人大惊,往后退了一大步。 一个穿着马褂的老人听到动静,走过来看了看,怒喝了声,怎么搞的? 嘴巴也不封住。 犯了忌讳怎么办? 来人,拿针线来,老王,去取点你儿子的头发。 王家人颤颤巍巍地给另一口棺材里的王平哥剪了一撮头发, 交给老人,又恐惧地看了躺在棺材里的我一眼,赶紧转过头去,往后退了几步。 又一年轻人送上针线,张大仙,给。 哟,这就是张大仙呢,头发都白了大半,看样子的六七十了。 干啥子不好,做这些损应得的。 张大仙见我也不挣扎,就盯着他看,有点奇怪,这丫头莫不是傻的吧? 我跟你们说,有些钱不能省啊,这样吃傻的下去了能伺候好你家孩子吗? 孩子生前没过上好日子,死了还委屈他,说我啥我必须不能忍,冲他吼,老不死你说啥。 这把年纪了还干些损应得的事,不怕到阴曹地府下油锅吗? 张大仙气坏了,招呼几个青年上前,按住他。 我把他嘴缝了看他还怎么乱说话,再来几个人,把棺材里的玩意儿都扔了,看着就邪门,说着就想把王婷哥的头发强行塞我嘴里。 而不等他碰到我,四周白光一闪,张大仙等人全部被掀翻在地。 与此同时,我棺材里放着的电视机摆件突然变成了实体,越变越大,然后闪起了雪花,还摇晃起来。 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从电视机里缓缓爬出,伸出带着尸般的手臂。 那是好久不见的真子姐姐。 她的声音像狂风般冷冽,呼啸而来,把他们都留给我,我这个月的KPI还没完成,除了早有心理准备的王家人,躺平了彻底放弃挣扎。 场上所有人皆是愣了几秒就抱头鼠窜。 真子姐姐暴虐而起,长发往四面八方伸出,死死扼住他们的脖子。 不一会就把人全捉了回来,一个不少。 真子姐姐在里面搜寻了一番,目光盯在了张大仙身上。 一手扯住张大仙本就不茂密的头发往地上狠砸了几下,边砸边给他立规矩,敢看不起我家娘娘。 打,说娘娘坏话,还妄图对娘娘动粗,去死吧你。 这时张大仙受不住呕了一口,看到地上的会晤,一贯洁癖的真子姐姐气不打一处来,砸得更用力了。 脏死了,哎呀呀呀,你给我舔干净,短短几分钟,刚刚还气焰嚣张的一伙人就给真子姐姐收拾得服服帖帖。 趴在地上动也不动,只剩微弱的呼吸了,整个过程就像动作片,看得我太爽了。 我笑咪咪地说,真子姐姐好久不见,你又漂亮了。 嗯,身材也变好了,让我想想该送你什么礼物呢。 真子姐姐胸红了脸,咬着唇道,我认识了个男孩子,他对我很好,我想要套化妆品,还想要调新裙子。 哦,原来真子姐姐偷偷交了男朋友了,难怪许久没露面。 姐姐们跟随我许久,他们重新踏入美好生活也是我的愿望。 我拍着胸口跟他保证,没问题,回去就给你烧套雅诗兰带,再给你烧一条,不,十条新裙子,真子姐姐感动落泪,谢小娘娘,说完又急急忙忙爬回电视机。 嘖嘖嘖,有了情郎真是一分钟都不肯多待,还躺在棺材里的几百个鬼怪百贱急得都跳了起来。 小的愿为小娘娘分忧,小的愿为小娘娘肝脑涂地,在所不辞,求小娘娘给小的们机会,我白白手示意他们别急,每只鬼都有机会。 你看,事情还没干完呢不是?我手一挥,那个求得最厉害的,一个头有正常人,十个大的大头鬼拖着脑袋陷了形,他一脚踏在张大仙胸口上,你们都是怎么害人的? 说,还有什么同党?一个都不许漏,不然,这时那张大仙的儿子趁乱还想溜,大头鬼直接摘下自己的大脑袋砸过去,哐当一声,一击命中。 这头可比称驼还重啊,估计够张大仙的儿子在医院躺一个月的了。 大头鬼看了掩掩珠子直转的张大仙,做事要摘下他的头,张大仙差点一口气没上来,别,别。 我说,我全都说,黑白无常,二人赶紧上前摆弄手机,拍下视频,把这些罪恶都记录下来。 张大仙早年拜了个有道行的师父,后来就帮人看是谋生。 可他学艺不精,天赋也有限,大部分看得不怎么准,也就浑口饭吃。 有时候也给人介绍明亲,开始就是给年纪相仿的死者家属签个线,赚点小钱。 后来有富贵人家,要求高。 不容易找到合适的明亲,为了钱,他竟然从外地把合适的姑娘骗回来,活活勒死,再跟死者结明婚。 几年前临村出了旷案,死了不少人,其中不少是没娶媳妇的小年轻,他仗着自己懂一点,就给人胡扯,说没结婚的横死的人怨气大,要配活人才能凭怨气。 村里落后,大部分人没读过什么书,还真给他唬住了。 活人怎么来?要说这张大仙也真是个心狠手辣的主。 竟然发展了许多条下线,从外地坑蒙拐骗,把单纯的女孩们骗来,和死人结明婚。 手段极为残忍。 这些年他不知道残害了多少无辜生命,简直是可恶至极。 我们在他家的地窖下,找到了几个浑身脏污不堪,辨认不出本来面目的少女,这些都是张大仙骗来的。 他们算是运气好的,逃过一劫。 村子的后山上,还埋葬着不知道多少少女冤魂。 张大仙指认了地点,也描述了犯罪经过。 这种人死一万次都不为过,但我必须遵守规则,我只能用我的方式录下她的罪证交给民警。 坐上了回去的列车,我一直心神不宁。 拉开背包拉链,那惨白着脸,红唇四血的黑白无常笑的诡异。 向我作医,恭喜小娘娘在天功德,我努力扯了下嘴角,却笑不出来。 总觉得有哪里不对。 张大仙手上沾了这么多条冤魂,以她的造诣不被反噬,那是绝不可能的事。 难道她背后还有高人? 看着我几经变幻的神色,众鬼争先恐后道,小的们愿为娘娘分忧,小娘娘忧,看到您不开心,奴婢的心痛的都要死过去了。 小娘娘您笑一下吗?让小的为您唱支歌吧,挥鞋的语气逗得我一乐。 这时软卧包厢的门被推开,一道人影走了进来。 来人冲我和善一笑,小姐姐你好,路上请多指教哦,我所在的火车软卧包厢有四张床铺,今天不是周末,人很少,刚刚一直是我一个人。 刚上车坐我对面的这个小伙子年纪不大,看着比我都要小一些。 他似乎是个画牢,一上车嘴巴就没停过。 但他长相颇为帅气,眼睛灵动,加上妙语莲珠,倒是不让人反感。 我不擅长与人交往,很少说话,只偶尔点点头。 男孩说他叫王妃,刚上大一,家里有事就临时回来一趟,这次是回学校。 巧的是,他竟然跟我在同一个城市。 小姐姐,加个微信吧,以后常联系,他笑着,露出两个小酒窝。 伸手不打笑脸人,只是加个微信而已,我不便拒绝。 我拿起手机扫王妃递过来的二维码,愣了下,那二维码上写着黄蜂二字。 头像是一只巨型黄蜂,趴在地面上,足足有小汽车那么大。 他那双长长的大眼睛,泛着冰冷又残酷的光。 对上那双黄蜂眼的同时,我胸口挂着的吊坠猛的一跳,愈发灼热。 怎么了小姐姐,没什么,就是觉得你这头像挺特别。 那是,大黄蜂多酷啊,王妃得意地挺了挺胸脯。 夜晚,我睡在床铺上,模糊中一个人引力在我窗前,向我缓缓伸出手。 我一个翻身坐起,一把捏住她的手腕,历声喝道, 你做什么,车窗外的月光打在她半边脸上,忽明忽暗,怎么看怎么诡异,竟然是王妃。 她没有一点被揭穿得尴尬,怪笑了声,声音陡然变得粗雅,像坏掉的收音机。 嘿嘿,被发现了呀,紧接着她的脸和身体都开始变化, 头变成扁扁的三角形,眼睛也鼓了出来,大的可怕,头上还长出了一对又细又短的触角, 而被我捉住的手变成了大大的翅膀。 她整个人简直就像只变异的大黄蜂。 不过见惯了各种鬼怪的,我可不怕她。 我吃笑了声,王妃,不,应该叫你鬼拆黄蜂吧, 那黄蜂明显有点讶异,扇了扇翅膀,发出嗡嗡声, 你怎么知道的,我也得一起来,我帮夫君办公这么久,可不是白干的。 我看到过冥界在逃鬼差的名单,又看到你的微信,就知道是你了, 张大仙背后的人也是你吧。 不过,你年纪不小了吧,怎会看起来如此年轻, 看着比我都小,注眼有数啊,这个我倒是很感兴趣。 不错,正是老夫,到了我这种境界, 皮像什么的还不是信手拈来, 他的表情逐渐变得凶狠, 我帮他赚钱,作为报酬那些埋进土里的生魂全是我的, 是你坏了我的好事,害了那么多人还敢大言不惭。 我一下怒了,黄蜂还不速速束手就擒, 跟我回冥界,他像是听了什么笑话。 比一道,我的道行并不比鬼王差,为什么要屈居他下? 再说,没了鬼差们的帮忙你还当你是小娘娘, 他一只脚勾着我的背包,然后当着我的面狠狠扔向窗外。 我怒斥,大胆,哼,等我吃下你,我的道行又会大涨, 到时候鬼王也奈何我不得,没点实力还想跟我作威作福。 你做梦,说着他整只风朝我扑了过来,直击我的天灵盖。 要是被他打中,头骨都得碎掉。 我摇摇头,机会我已经给过他了,怪他自己不珍惜啊。 忽然我脖肩红光一闪,一道人影浮现,我对人影吼了声, 一边呆着去,别妨碍我,说着我抬起腿,一脚踹到黄蜂脸上。 巨大的力道让他咕噜翻了个跟头倒地。 不等他反应,我又跳上他的背拽着他的触角就往地上猛砸, 砸得黄蜂一连血,嘎嘣一声, 牙齿都掉了好几颗。 我一边打一边骂,从来没人敢对我这个小娘娘这般不尊重。 让人知道了我不要面子的吗? 说,你还敢不敢了? 说话漏风的黄蜂不可思议道。 你,你不是凡人吗? 你不是都靠鬼差保护吗? 怎么会这么厉害,立在墙角呆呆看着这场闹剧的鬼王? 本王也不知道你会这样厉害。 我微微一笑,深藏功于名。 这两年我白天收利鬼,赚功德,晚上睡觉都不忘帮鬼王操持公务, 呕心立血,终于有回报了。 如今我的修为早不比鬼王低。 你问我,每次出任务,为啥自己不出手,都是鬼差们上? 不懂了吧? 什么都让做老板的亲力亲为,还要员工们做什么? 要给他们发挥的机会啊? 再说了,我给他们烧了那么多钱。 这叫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 见那黄蜂还有挣扎之意,我直接把他倒翻过来, 一把拔下他腹部可怕的试词,疼得他惨叫不止,气息立马萎靡下来。 我站起身,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服不服,黄蜂哪里还敢造刺,浑身抖得跟筛糠一样, 服,服,这还差不多。 我满意地点点头,手往墙角一指,你,去把他收了。 沦落为根般的鬼王抬手在空中虚点几下, 一道道寒光将趴在地上只剩一口气的黄蜂包围, 很快失去了踪影。 他右手往空中一抓, 那被黄蜂扔到窗外的旅行包又飞了回来。 再一道白光浮过,刚刚一片狼藉的包箱也迅速恢复成原样, 好像刚刚那场大战从没发生过。 我那鬼王夫君摸摸鼻子,你怎么知道我一直藏在吊坠里? 哼,他又想偷懒不管公务,跟着我出去玩, 又担心我,最好的方式可不就是躲在我的随身吊坠中。 再说了,每到夜晚,总有双大手在我周身不安分地游来游去, 真当我傻的呀。 我一把揪住他的耳朵恶狠狠道, 什么都瞒不过小娘娘,我的法眼, 所以你给我老。 十。 便,躲在我旅行包里的鬼怪百贱们默默捂住耳朵, 这可不是他们能听能看的呀。 又过了几个小时,终于到了车站, 我背上行李伸了个懒腰,在路边拦车。 一辆黑车停在我脚边, 里面戴鸭舌帽,大口罩的司机招呼我, 妹子到大学成的吧。 五十块怎么样?五十块。 这价格可比正规出租车便宜了一大半呢。 本着有便宜不占是傻瓜的想法, 我上了车。 打个盹的功夫,那黑车就偏离了路线, 司机还默默上了锁。 我叹了口气,拍拍旅行包, 还真不带让人些口气的呀。 老伙计们,又来活了? 我叹了口气,我不会让人陪估计计划, 我叹了口气,不ک的,不能够。 我叹了口气,不宜不穿计划, 我叹了口气,不许划。